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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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爷 东方公子到 大公爷找我 有什么事 东方爷 天字印记杀手又出现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是 一直想找天字印记的杀手吗 没错 难道大公爷已经有线索了 当然有了 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豪州 我想找他为我效力 大公爷 天字印记的杀手 是不是能为我们所用还不知道 我想要提醒大公爷 不要引狼入室 免得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就像你一样吗 东方月 火烧黄绝寺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赵呢 也为了要救你徒弟宝儿 破坏我们的大事 我怀疑你现在 对我究竟有多么忠心 我当然有合作的心意 否则我就不会提醒大公爷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我是要看你怎么做 东方爷 抓天字印记杀手的事 就交给你处理了 如果 他愿意为我效力 我就放了他 如果他不愿意 本族就依法审判 我如果抓到天字印记的杀手 马上就把他杀了 哪能够为你效力 可恶 我们天条龟甲 朱砂的 都是贪官污吏 跟一些恶霸坏人 现在 这个冒充天字印记的杀手 竟然专挑好人下手 根本就是污蔑了 世间阎罗的名声 这个凶手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 每一刀都命中要害 哥 他会不会像国师 所推断的一样 要引我们出来 要引我们出现 这件事情 会不会跟天条龟甲的 失踪有关 很有可能 天条龟甲 是执行天道诛杀的道具 如果凶手 知道天条龟甲的秘密的话 他一定会想要找到三戒刀 跟这个执行者 不对 天条龟甲 是在我们的密室被偷的 这个偷龟甲的人 如果知道天条龟甲的秘密 那么 他早就知道我们就是执行者 哥说得对 可是 如果龟甲是张成虎偷的话 他要知道龟甲的秘密 应该会找我们才对 怎么没有任何动静呢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到现在 还不知道天条龟甲有什么用处 没错 不管龟甲是不是张成虎偷的 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人来找我们 这就代表说 偷龟甲的人 还不知道龟甲的秘密 嗯 就算对方到现在 还不知道天条龟甲的秘密 但是 龟甲落入外人手中 秘密迟早会被发现 所以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了就是 趁秘密 还没有被人发现钱 把天条龟甲找回来 哥 事不宜迟 我们说做就做 赶快去找吧 好 我们就照着三戒刀的指示 朝东南方去找 哥 你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吗 奇怪 我们已经照三戒刀所指示的 东南方走了那么久 为什么都没有找到呢 我看 再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 我运功 用三戒刀找找看 三戒刀怎么没有停下来的街巷 四戒刀 你忍受了 不一定 画画画画画画画 是否 就会像手上人 龙飞哥 你休息一下 不要再运功了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三戒刀 没有办法感应到天条龟甲的方位 龙飞哥 三戒刀一直在转 并没有指示出任何方向 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他可以从四周围 感受到龟甲的存在 所以才没办法 对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如果是照你的说法 龟甲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要怎么做才好 我们就缤分成三路 一个时辰之后 回到这里集合 哥 我赞成白银姐的看法 我要再浪费体力运功了 我们就缤分三路 去找可疑的地方 集合的时间都快要到了 对地方除了树还是树 连一个可疑的山洞都没有 不知道哥跟白银姐 有没有什么发现 好漂亮的花啊 之前跟文庚哥采药的时候 他也会摘野花送给我 安Point者玟 e 哥 文庚哥 你在哪里 你平平安安的吗 文庚好想你 停叫 停叫 天气这么热 大家又走了这么久 休息一下 谢谢老板 请问公子 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装平和 装老爷吗 我是 你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你是我名单中 最会给要杀的人 杀了你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一定是 我 你 有什么事 张成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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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天字印记 原来你就是 天字印记的杀手 帮我师父的命来 八二姑娘 我不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那这个记号 你要怎么解释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这么多 既然这些事情你都看见了 我就不能留你活命 原来你就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帮我师父的命来 既然这些事情你都看见了 我就不能留你活命 放开 放开 峰虎 放开 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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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 封武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他会不会 已经先回天通学堂了 不可能 我们已经约好 在这里等了 他怎么可能 自己一个人回天通学堂呢 白鱼 这条手帕 是文庚兄送给封武的 放我一直待在身边 从不离一生 现在 怎么会掉在这里 龙飞哥 你看那边 是一刀毙命 这么立落的手法 绝对不是一般的废 废 又是冒充 天字印记杀手的那个人 可恶 难道封武 是被他抓走的 如果真是这样 封武就有危险了 你 我 除了 是 我 还 我 还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张超虎 你无缘无故顶我的穴道 算什么英雄好汉 你好断断的要暗算我 你又算什么 那是因为你该死 你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也就是杀死我师伯的凶手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我也没有杀死你的师伯 你明明就杀了人 还留下天字印记 你还说你不是 我自有安排 宝儿姑娘 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看见我做的事情 绝对是死路一条 但是现在我饶你一命 你最好是留在这里 你要是还敢妄想要暗算我 想要离开这里 我一定让你死 我一定让你死 有人往镇来 你说什么 什么人哪 这么轻的脚步声 应该是我的义父才对 你的义父 江超虎 快点 我说好酸啊 义父 你做得很好 天字印记的事情 果然在豪州城 引起轩然大波 义父 这都是你的计划周详 城虎不敢鞠躬 记住 一切都要小心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计划 城虎遵命 你现在把贵甲拿出来让义父看看 是 当明圣公抓到赵凤 跟赵龙飞之后 卫甲的秘密就能解开你 圣神 义父 这里是荒郊野外 我想里面可能有老鼠 老鼠 这间竹屋里面 除了你是活的以外 不可以有任何活的东西存在 老鼠 义父为你消灭 老鼠 老鼠 义父 难道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我相信 就算你有骗我的心 也没这个胆 长虎 义父再说一次 这间烛屋里 除了你是活 绝不能有任何活的东西存在 千万记住 是 忍忍忍忍忍忍忍 你点了我的血 还把我藏在水缸里 你想累死我啊 我如果不把你藏在水缸里 你早就被我义父随时挽断了 你 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你最好谨慎一点 张 成 虎 虽然 我看到你杀人 但是我也知道 你不会杀我 也不想杀我对吗 不对 我告诉你 我只是暂时留下你一条命 你要是敢离开这里 我就要你死 可千万别当我在开玩笑 等一下 我可以不离开 但是你不能让我在这里饿死啊 你能不能弄你吃的东西给我 我肚子真的好饿哦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 我要吃 我好想吃我师父顿的人生鸡 人生鸡 人生鸡 啊 啊 冬芳玉 又是你 我们到底有什么冤仇 你为什么要三番两次的一直害我 赵凤武 我劝你最好乖乖配合 这样的话 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对付天字印记的杀手 我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因为天字印记的杀手 杀死了我哥哥 你哥哥 你哥哥是什么人 陈竹 你以为我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你们兄妹 很可能就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你们兄妹 很可能就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是谁说的 明圣公 他说你们天通学堂 最近出现一股邪气 明圣公说的话你相信 你明知道他对我存心不良 我只能选择相信 我不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你最好不是 否则我们的恩恩怨怨 就算不清了 这是明圣公府 没错 龙芳玉 虽然你看起来很严厉 可是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你千万不要被明圣公利用 你是不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等赵龙飞回来 就会真相大瞒 现在 你就乖乖在这儿 等待结果 明圣公怎么会怀疑到我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他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 哥 这一定是陷阱 你千万不能来 很好 董芳玉 你现在把赵凤武抓来了 就表示 已经把赵军用给忘了 而且 对本座也是忠心的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 会是长长久久的 希望 像大公爷所说 赵家兄妹 真的跟天字印记的杀手有关 这样我们就省事了 而且 我也可以为我大哥报仇 本来是没关系 但是现在已经有关系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人在我的手上 我想将他捏成圆的 他就是圆的 我如果把他捏成匾的 他就是匾的 所以 我现在说他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他就是 你骗我 我如果不这样说 你会帮我去把赵凤武抓来吗 现在我有了这颗棋子 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 你去那边找 嗯 王妃哥 怎么样 找到凤武了吗 你看 要求凤武 请独自一人至名胜公府一见 若是让第三者知道 凤武性命不保 可恶 又是名胜公 龙妃哥 你先冷静一下 明胜公会与你单独见面 他一定有企图 我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救凤武 又可以让你全身而退 白玉 明胜公要我单独去救凤武 他的用意很明显 现在就算想再多也是枉然 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到底他在耍什么把戏 到底他在耍什么把戏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师兄 你回来了 皇上怎么说 皇上将调查天资印记的事情 交给胡威雍了 交给胡威雍 这件事情不是你负责调查的吗 是我故意推给胡威雍的 先生 你为什么要推给胡威雍呢 因为现在有人比我们还着急 想要找到天资印记的杀手 先生 您是说 这假的天资印记杀手吗 师兄 就算这假的天资印记杀手 他的目的 是要逼出真正的天资印记杀手 那么 这跟你推给胡威雍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想看 被天资印记所杀死的官员 他们跟谁的关系最近 胡威雍 先生 你是怀疑 假的天资印记杀手 是胡威雍指使的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将调查的责任 推给胡威雍 我隐身暗处 一方面我能让胡威雍有所顾忌 另外一方面 我能让真的天资印记杀手 留一条后路 留后路 为什么 天资印记的杀手 虽然行为不对 但是他们是想替天行道 他们绝不可能 对假的天资印记杀手所做的事情 视而不见 所以假的天资印记杀手 杀人的手段 有可能引出真正的天资印记杀手 这些人手段恶毒 我绝不能让真的天资印记杀手 露入他们手中 师兄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比他们早一步 找到真正的天资印记杀人凶手 让他受到大明律法的制裁 什么人 学校 没看到人 凤舞有难 素质名胜功夫 凤舞有危险 我现在去找他 师兄 我跟你去 不行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你在这儿等我消息 先生 这件事情 要不先禀报皇上 事情的真相还没清楚之前 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一切等我的消息 好 这个明圣宫 怎么这么可恶 为什么成天要找奉我的麻烦呢 你不知道 这只癞蛤蟆 妄想吃天鹅肉嘛 很好 启禀大公爷 属下完成使命 这就是凤舞姑娘的画鸭 承认是天资印记杀手的共状 这上面的纸印真的是 是凤舞姑娘的 天真万确 龙飞哥 你真的要一个人进去吗 如圣德在信中说 要我单独进去 否则凤舞性命不保 你在这里等我 我一定把凤舞安全地带出来 但是这明明就是个陷阱 还要你去就是要对付你 这我知道 白云 你放心 以我现在的功力 入圣德想对我怎么样 没那么容易 容飞哥 你一个人去 我是再不放心 那这样吧 我们把这件事情禀报皇上 由皇上出面 不用 这件事情 我自己能解决 谢谢 朱圣德 我已经到了 快把凤舞放出来 赵龙飞 想不到你竟敢自己一个人来 几天不见 你头发全白了 废话少说 凤舞呢 快把他放出来 你叫我放 我就放嘛 那我算什么 本座好不容易 还抓到凤舞 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放他走呢 你目无王法 胆大包天 竟然敢绑走凤舞 绑走 你有没有说错 本宫也是逮捕他 你目无王法 胆大包天 你目无王法 胆大包天 竟然敢绑走 竟然敢绑走凤舞 绑走 有没有说错 本座是逮捕他 你凭什么逮捕凤舞 就凭皇上赐封我在壕州 负责壕州地方的安危 就凭我是壕州的地方父母官 父母官 随便抓人就是鸡鸭百姓 你又说错了 本座哪有随便抓人 赵凤舞罪大恶极 本座当然要为民除害 凤舞怎么可能会犯罪 你根本是胡说八道 赵龙飞 我有胡说吗 你心里有数 本来我也想不到 一向受到壕州百姓 所尊重的赵家兄妹 会是罪犯 不过有人密报 说你们天同学堂的上空 曾出现过一股 黑色的邪气 然后壕州城内 就有许多人死于天罪印记 所以那个人 认为你们兄妹 一定懂得杀人于无形的邪术 所以本座必须去查证 但是没想到 我找你妹妹来问话 她竟然马上就画鸭承认了 这就是共状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上面还有赵凤舞的画鸭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还要说什么 一定是你们驱打成招 凤舞才会画鸭的 是不是驱打成招不重要 重要的是共状在此 证明你们兄妹 就是天字印记杀手 诸圣德 不管你玩什么把戏 你要是不把凤舞交出来 我就要你的命 好 就凭你 丽云 走 哥 哥 你为什么要过来 你已经进入了明神宫的圈套了 诸圣德 快把凤舞放了 前面要犯 我怎么可以放他走呢 皇上下令 一定要抓到天字印记的杀手 现在赵凤舞我及画鸭承认了 我如果放他走 要如何对皇上交代 丽云公 分明是我在昏迷的时候 你强压我的手画鸭的 证据在此 也强便也没用了 诸圣德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肯放了凤舞 你说 有一个方法 可以救凤舞 说 就是 以命换命 以命换命 没错 就以你这条命 来换赵凤舞的命 只要你现在举剑自尽 我立刻就放凤舞走 哥 怎么样 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 你很想救你妹妹 只要你快点把剑剪成来 自我了断 赵凤舞就能得救了 好 明儿 好 坏凤舞 走啊 走啊 赵龙妃的命令 怎么变得这么高强 赵龙妃 你要做什么 明圣宫 把凤武放来 不可能 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的妹妹 死在你的面前 就乖乖放开大公眼 你以为我不敢杀她 你要是杀了大公眼 不但救不了凤武 而且 还会落个抄家灭族的罪名 要杀不杀随便你 住手 不是 龙妃 把剑放下 尤柏雃 你总算来了 大公爷怎么知道我会来呢 你不是赵龙妃 和赵凤武兄妹的靠山吗 他们兄妹出了事情 你当然一定会赶过来了 既然柏雃已经来了 就请大公爷给我个面子 放了凤武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赵凤武 是天字印记杀手 好 大公爷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龙妃跟凤武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哦 刘柏雃 你要如何证明 赵龙妃和赵凤武兄妹 不是天字印记杀手呢 大公爷已经为我证明 龙妃和凤武不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我为你证明 我为你证明 我是如何为你证明的 大公爷现在还好好活着 就是最好的证明 哦 大公爷 你杀害田文庚 龙妃跟凤武 如果真的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你还有可能活到现在 所以我说大公爷 你已经冤枉好人了 哼 你有可能是他们有所顾忌 唯恐暴露身份 所以才不敢杀我 就像你说的 我叫人打伤了田文庚 他们兄妹对我是恨之弱 要是我死于天字印记 那不就证明他们兄妹 就是天字印记杀手吗 所以他们才不敢对我下手 大公爷 被天字印记杀害的人这么多 他们每一个人 不可能只有一个仇家而已 难道他们每一个仇家 都是天字印记的杀手 你 大公爷 我可以向你保证 龙妃凤武 绝不是天字印记杀手 刘伯温 保证这两个字用说得很容易 如果赵龙妃跟赵凤兄妹 真的是天字印记杀手 我今天放了他们 不知道也有多少人 会死于他们手上 到时候 刘伯温 就算你有十颗脑袋 也换不回那些人的性命 诸盛德 你颠倒是非 龙妃 大公爷 龙妃和凤武 是皇上的义子义女 就算他们有嫌疑 也该由皇上来定夺 请大公爷开在皇上的面子上 先放了龙妃跟凤武 一切到皇上定夺之后再说 既然国师把皇上请出来了 那本座多少也要给皇上一点面子 不过在皇上定夺之前 本座想要请国师喝杯酒 你觉得如何 大公爷要请伯温喝酒 伯温是恭敬不如从命 好 够豪爽 李渊 是 妈妈 我 你 说 我要 我 我 做 我 是 一 我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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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没问题的 是啊 阿秀姐 我们先生神机妙算 不会有事的 难道你不相信你师兄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我师兄 不过 我心里的感觉好奇怪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 阿秀 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眼皮还一直跳呢 不要想那么多了 我跟你说 那里有个卦 去补个卦试试看 不然你在这里着急也没用啊 好啊 那我们就试试看 来 这是地水师卦 卦此事 师出以律 体脏胸 师获于师 凶 这是凶卦 意思是说 一去无回 师兄出事了 你想的太多了啦 你补得不准 亏你还是神机妙算的师妹呢 我不看 来 我试试看 来来 还是滴水师卦 不是啦 阿秀 这次啊 我不准 没有不准 来 小粽子 你试试看 我 快点啊 哦 好 快点 小粽子 我们三人补的卦象 都一模一样啊 这 师兄一定出事了 我要去找他 阿周 跟去看看 快点 大公爷 素闻国师 神机妙算 我这准备了两杯 奇毒无比的毒酒 七不红 另外一杯 是完全无毒的 如果国师 能够喝到那杯无毒的酒 我就让你带走龙飞 凤五两兄妹 七不红 这是白莱莲教的 独门独药 明圣宫怎么会有这种毒 如果你喝到那杯有毒的酒 你走七步之后 就会毒发 吐血 身亡 只要你走七步没死 就表示你喝下的那杯 是没有毒的酒 国师 明圣宫他一定骗你 那三杯酒一定都有毒的 没错 国师 你不要中计 我们两个就可以救出凤五 莫菲 现在不是一气用事的时候 明圣宫会设这个局 要是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这局 我非睹不可 国师果然是聪明人 我早就在外面 埋伏了弓箭手 只要你们踏出这个门 就会万箭穿袭 等你死以后 我就会告诉皇上 你们是因为拒捕而死呢 祝圣德 你好卑鄙 皇妃 你放心 这局 我们一定赢 好 柳伯温 你很有把握 很好 那么请用吧 怎么 好 你看得出来 哪一杯是无毒的吗 国师 你不能喝 国师 你不能为了我们兄妹俩 用你的生命来做赌注 龙妃 龙虎 你们是赵云帅的后代 我答应过赵云帅 要好好地照顾你们兄妹 今天用我一条命 换赵家的血脉 值得的 国师 国师 如果一定要喝 龙妃来喝 龙妃 你那杯是有毒的酒 我这杯才是没有毒的 脱火 柱妃 是 要不忍 但是 你 银的 们 跟 我 曾 总 动 月裡啊 月裡啊 沒百日紅 若是紅火 無力向上北 月下落水凜 寒風大路頂 思念的三一長一山寶貝天 孤單的心情 嘴心的夢境 親親冷鬆打入感情 真理想的時間 用寂寞來稍等 笑笑一摸索 最後的天